2018年已经过班 不知道您的工作和计划是否也已经过班了 按照往年的惯例 我们都会在全年的第一天和半年的第一天 进行一下资产配置逻辑的梳理 帮您理清投资的思路 看看之前我们看对了哪些事 也看看我们看错了什么 哪些逻辑需要修正 2018年上半年确实爆发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特别是贸易的黑天鹅汇出 所以很有必要再重新与一下逻辑 首先还是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楼市 我们1月1日的报告判断 一线楼市基本停涨 二线省会城市开始出现抢人大战 存在明显的变数 导致楼市价格坚挺 而三四线城市由于货币化安置 而出现轮涨的情况 这个判断基本被证实 但是目前棚改货币化安置被叫停 货币政策也转向宽货币柔期 所以下半年将防范重点又转回了一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减少货币化安置后 很有可能楼市炒作一夜封停 大量城市开始推动限售 锁死市场流动性 多数城市开始出现环境化的表现 也就是即使房价跌一半 你也找不到买家 最后可能市场上连中介都找到了 二线城市抢人是愈演愈烈 特别是天津这种借高考炒作房价的地方 估计人口会大量流入 房价还要上场 但是之前各地官媒也开始纷纷发声 揭露了借抢人之名放松楼市调控为时 不知道是否意味着政策意图转变 这个还需要观察 其实很简单 只要抢人不止二线省会城市就仍然会涨 这是一种红锡效应 省会涨的越多 周边的三四线也就跌的越多 最后说一下一线城市 警惕货币放松以后 一线城市价格反弹 历来只要一松货币 最先涨的就是一线 现在控制了人口流入 收减了房贷 增加了保障房供给 这些年来调控还是比较到位了 但是随着货币政策的转向 这个估计管理层也没底 只能是走一步说一步了 但是之前态度还算坚决 如果一线反弹 不排除进一步加码调控的可能 其次 现金类资产和雇收类资产 我们之前的判断 2018年是加息周期 这个主要是基于美联储的加息 市场利率提升 而实际上对于国际环境的判断 是正确的 但是对于国内的判断是错误的 国内市场利率在1月份 恰恰是最高点 之后国债收益率是一路下降 从3.9%降到了现在的3.47% 这个主要还是得益于 多次降准释放流动性 以及近期央行政策转向所导致 未来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国际市场利率提升 而国内市场利率下降 人民币继续贬值的状况 第三 类固收类资产 也就是我们说的理财P2P信托 这点跟半年前我们的判断是一样的 随着刚性兑付打破 这两年内都是集中暴雷年 而这半年来 已经有上百家平台爆掉了 一些知名平台也在列 有人说 那么根据平台排行榜买 行不行呢 答案是不行 越是大平台 出事以后损失越惨重 类固收类产品 千万别相信平台 未来信托和银行高级理财 也会逐渐打破钢队 所以还是涨点心 第四 全英类资产 主要指的就是股票 您说我们判断 美国股市高估 香港和A股低估 A股更看好中小创 沪山300已经涨到头了 从今年的表现来看 在6月以前 创业版还是正收益 6月暴跌了8% 让上半年的收益翻率 即使这样 也比沪山300表现要强劲 沪山300上半年 已经下跌了12% 一些蓝筹个股 跌幅超过30% 所以最悲催的事情就是 在市场高亢的时候 你开始要价值投资了 结果进去才知道 蓝筹股一点都不少跌 第五 美元 美元只跌反弹 再度白点冲刺 这是我们1月1日给出的判断 结果这个基本命中 美元从4月底开始 就强劲反弹 在5月到6月 两个月就回到了95附近 之前我们碍于 跟美国的贸易关系 不敢贬值货币 所以害怕美元反弹 除非谈判重新达成 否则人民币贬值的趋势 不会停止的 今年可能 大概率见到7的汇率 第六 黄金和大宗商品 美元涨 黄金和大宗商品 都不会表现太好 上半年 原有涨了一下 但是现在已经基本 掩齐息鼓了 所以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只有交易性机会 没有投资机会 下半年 PPI估计仍然会持续回落 强周期不在 所以有色煤炭内的商品价格 都会走低 对应的股票 也不会有好的表现 小鲜 来 轮 崩